一道道美味佳肴 从凉拌到面食都令人蝉咸欲滴 冬天里如果来一碗暖乎乎的面疙瘩 更是暖心 汤头用木达皮 肉末 蛤蜊炖出香气 再把面粉拨进汤里变成小疙瘩 光是这样的技术就要花一两年才能上手 主要还是要去搅拌 这道料理叫做慈禧面糊 相传当年年迈的慈禧牙口不好 又想吃面疙瘩 经过玉厨改良之后 把面粉煮得如稀饭般 稠糊好入口 吃起来香浓细致 又有面疙瘩的口感 一般就是大疙瘩 那它这个小疙瘩就是有点技巧性的大 让它看不出来 又有点像咸粥但是又不是 原来老板娘李玉珠 从小持父亲做的山东料理长大 对东北菜活有研究 二十年前李玉珠开卡拉OK店 但这几年生意不好 八年前考虑转型变餐厅 让他一度陷入天人交战 挣扎蛮久的就觉得一度想说 人家建议我做这个吃的 我觉得但是人家说你爸爸东西 至少留下来 但是家人也会很高兴 卡拉OK店变身餐厅李玉珠 保留原本注意以及大舞台 也变成一大特色 卖的东北料理还有这道葱油饼 用油煎方式让外皮酥脆 里面蓬松油咬劲 葱花香气点缀越吃越香 份量也是一般的一倍大 他比我脸还大 非常厚实 就是很饱 我觉得吃了很饱 诚意十足的这碗红烧牛肉面 面条粗厚Q弹 汤头用大骨炖两小时以上 甘甜清爽 这家东北小馆 不只绑架老饕的胃 坐在餐厅里用餐 感受独树一致的风格 也创造出新旧交融的美食饗宴